Hello大家好,我是Suki 然后今天呢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个配饰分享 包括之前有提到的像皮带啊 腰风啊,还有一些包链什么的 都是大家非常想知道的一些创搭单品 然后其中很多配饰单品呢 都能给你的一些旧的衣服 带来一些全新的不一样的感觉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吧 然后第一个呢,就先来说 我身上这个丝巾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这个丝巾是这样子的 就这么大的一个丝巾 它这一面是有点浅棕色的 然后这一面是有点深棕色的这种感觉 这条丝巾是another story的 我当时一看到就立刻下单了 大家知道吗,今年像这种动物纹 算是今年的流行单品嘛 不过我不是很赞同 就是把一些自己驾驭不住的东西 往自己身上放这种赶流行的方式 我觉得大家如果赶流行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些时尚单品 是真的符合自己的气质 然后这个单品呢,又能给你的 穿搭带来全新的不一样的感觉 但又不会有违和的感觉的情况下 那你去赶这个流行 我觉得是可以的 然后之前有看过很多动物纹单品 我都没有想要入 因为我觉得它流行是流行 但它并不符合我本身的气质 我觉得我也不是很hold住的一些单品 我就直接屏蔽掉了 但是看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就非常的惊喜 非常喜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折起来大概是这么大 它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当作腰带 就是一些牛仔裤 你就可以直接穿进去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不是很重的 你把它这样子绑起来之后 它就像一个棕色的腰带 它上面有一点点这种点缀而已 就不会有很豹纹的感觉 它这个豹纹是做了比较卡通的设计 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里面那种小豹子 它不像是那种真正的豹子 因为我觉得比较野性的那种豹子的花纹 我觉得是比较难hold住的 像这种比较卡通感的 我觉得就比较好 然后今天这个衬衫 如果你这样穿 是不是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就可能如果普通的穿手 就是这边搭一个这种金色的 复古钱币的这种链子 搭在下面我觉得 就是比较basic的穿法 但是呢 加上这个丝巾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给它戴上 就像板红领巾一样就好了 然后你要比较绕着比较多的这个 你就给它多预留一些长度 这样子 就很简单的一个穿法 我之后如果发现更多很好看的搭法的话 我到时候再来跟大家说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 这样就现在就戴好了 然后它也可以当腰带啊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算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吧 但这个不太适合 我一带博弹子这边打个结什么的 我觉得那样子的话 整个封城味就会比较重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就是一个easy shake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要说一些 比较平价的皮带 都在这里了 就是四条都是unicro的吧 就是我最近 或者不是最近吧 近些年最经常用的 然后最经常用的是这个 这个是IDOF 就是我今年春天的时候 买的一款皮带 我用到现在 他们这次秋冬又出了一款一模一样的 我也是一上架就立刻抢空了 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皮带 我觉得它超级无敌百搭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衣服 它是不能搭的 就以我自己的穿搭风格来说 然后它这前面的这种 就是扣子是这种比较金色复古的 它有点像古铜金吧 不是那种很亮的金 所以说它比较低调 就不会有那种亮闪闪的感觉 它整体的这个配色就非常好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洞打的特别特别多 很多皮带我都需要自己另外去打洞 要不然就会太长 就根本就没办法穿 因为一股基本款的皮带 我自己都是要去打这个洞的 但这个就完全没有这个需求 我的腰围大概是60 我都不需要用到最后一个 所以我觉得就是腰比较细的妹子 这条皮带真的没有缺点 我超级喜欢 唯一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 就是它原来这里还有个扣 然后我也不知道干嘛抽筋 就把它给剪了 然后后来就掉了 就它这边有一个把它那个扣住的嘛 然后我本来想说 我平常拿它来单腰带 因为有一些衣服就可能比较长 然后我想用这个制造出一个腰线的效果的时候嘛 我就想把这个拿到后面 这样子可以把尾巴留出来的地方 就是有点像扣住的感觉 就把它这个给剪了 剪完之后结果几次之下就掉了 就不知道去哪了 不过也还好啦 你可以使用这种绑法 那你就也不是很需要这个 就是这样子弄上去之后 从这里这样拉下来 大家应该看过很多吧 这种绑法 那你就不需要再拿一个东西把它扣住了 然后接下来一条就是他们basic 你看他们basic还打几个洞 你看才这么点点洞 就是后面就要自己去打 然后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款 它这前面也是这种古铜金的 我觉得前面这个扣子呢 就你不能太亮 如果是这种比较basic的这种款式 你如果要亮的话 你自己本身的造型得比较别致一点 那你亮就还好 但如果你造型没有很别致 你又很亮的话就很奇怪 所以像这种比较基础的款 我一般不会去选这种扣子会很亮的 然后这个是搭配是棕色 所以一般棕黑两条就基本可以解决所有的传达了 还有这条 这条他们藤边的 这个就完全没有就是腰粗腰细的问题 因为它这个直接从它这里这样子穿过去 就插过去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说有打洞的问题什么的 这个的话就可以拿来搭配牛仔裤 然后你穿的一整身都是比较颜色比较淡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这一条 前面的这个扣子是这种银色的 也算是比较搭配它整体的颜色啦 虽然我平常用金色的这种金属的配饰会比较多 然后这个基本就是只是配牛仔裤 或者说穿一些颜色比较淡的裙子的时候 夏天就比较经常用得到这个 然后这条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条 之前也搭配过很多次了 这个它就会比较波西米亚风一点这种感觉吧 就很多裙子嘛 搭配刚才那种比较宽 然后前面那个扣子就比较硬朗一点 我觉得搭配一些裙子就会有点怪怪的 但这种就是它是腾边的 然后它又比较细的话 搭配裙子就是你想用这个来提高腰线 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合适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像刚才那样子的用法嘛 这样 然后如果有这一条在这里 你就也是这样子 这样子 就可以了 就不一定说一定裙子得预留地方 给你放这个剩下的皮带 你就直接把它绑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样子就很棒 就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而且优衣库的皮带的皮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好的 对 然后皮带的最后一个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 最近Mango买的一个皮带 我觉得它这个皮带的话 虽然它的这个金属比较亮 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感也会比较强一点 然后它的皮质我觉得 摸起来没有Unicron的那个那么柔软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皮质质量还是很过关的 然后它戴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有一点Gucci的那个皮带的感觉对不对 但它的价格就很平价 它的这个金属这边做工我觉得没有非常的好 就这个地方还有点发黑 就一点点在边角这个地方 但是看过去也算是个复古的感觉吧 所以我就也没有很介意 它整体的做工看起来我觉得摸起来比较硬 但是看起来还是蛮高级的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这个的话它腰带就比较宽 我可能自己要多去打几个洞才能用 这个是我前两天刚收到的 然后我这几天搭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 所以也跟大家推荐一下 接下来讲的这条呢 它不算是平价吧 但是因为我真的太喜欢 也有很多妹子说喜欢 所以我就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条是Chanel的一条皮带 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百搭一条皮带 而且它的这个扣子呢 也是不需要考虑长度的 它是前面有一个这种小扣子 你直接扣在这里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管腰多细 完全OK 然后它前面有一个这种 复古的有点像 也有点像钱币的这种感觉吧 就非常的酷 而且它不仅可以当腰带 它还可以做一些腰包的袋子 就比如说 我有一个Chanel的这个经典腰包 你就可以把它穿过去 它后面是这样子嘛 后面两个洞 你就可以把它穿过去 这样子穿在身上 就会比它本身自带的这个腰带 要更女性化一点吧 这个腰带可能会更硬朗一点 然后这个的话 你可以用来搭配一些裙子呀什么的 就会非常的合适 然后这个腰带不是很符合 今天评价主题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就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腰带也算是我最近利用率 非常非常高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中古市场讨一下 不过它还蛮有重量感的就是了 然后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些腰风 先来说一些脊皮的腰风 我买了好多条 有这种棕色的 然后有这种绿色的 然后还有这种浅棕色的 还有一条红色的 我觉得不管是夏天 用来搭一些就是那种棉麻的裙子呀 或者说到了冬天 用来绑在毛衣外面啊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然后我买了四个颜色 是因为我觉得四个颜色是 我平常穿搭里比较经常用到撞色的四个颜色 我觉得它就是平常可以用得到这样子 而且腰风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就可以用来立刻提高腰线 然后脊皮的腰风呢 它的柔软度就比较强一点 就比较适合一些本身 柔软度比较高的衣服呀 或者什么 因为有一些 如果你用皮质的腰风去绑的话 就会有点怪怪的 然后我也有买皮质腰风 不过这个颜色我不是很推荐啊 因为有一点点容易染色 然后容易发霉的感觉 就这个 这种有点像奶茶杏色 这种感觉 我觉得不是很适合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这两个我都很喜欢 就是黑色跟棕色 包括我前一个视频 就是优衣库的那个视频嘛 这个黑色就用来做一个简单腰带 这个都超级便宜 在淘宝买大概就30多40块钱吧 就很便宜 大家随便搜一下就有了 我觉得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你们需要 我会把链接放在info box 但是也没有说一定要同一家买啦 你们自己如果平常 比较经常买的店有的话 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的 然后这个棕色 我觉得也非常的适用 就这两个颜色 我觉得秋冬用起来会非常的合适 大家可以试试看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包链的推荐啦 这个包链是CROE今年新出的 那种小猪包的包链 大家应该就是 如果有关注的应该都知道 然后这个包链 我也是在淘宝买的 之前SKY 我们两个经常一起买中古包嘛 有些中古包可能没有给你配这些包链啊 什么的就要自己去买嘛 然后他就发现了这家店 这样子 然后就给我推荐 我自己本身不是那种很会DIY的人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包链 我觉得我可以就是买一些包链 经常给包啊 换一些包链 我觉得可以给包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这个包本身的包链 它是一个有点像皮带子那种感觉 就很短 一个小小皮带子 然后看起来也没有很有质感这样子 然后我就把它这个配上去 我觉得简直是绝配 包括金属的颜色都搭配的很好 然后淘宝上面这腰链还很贴心哦 它会有各种的颜色 而且质感都超级超级好 所以我觉得淘宝真的蛮厉害的 就真的 就很多东西就真的完全美国 我今天都是买不到的 我觉得非常的酷 这样子搭配起来 整个包的质感就提升了一个胆次 然后我之前还有阐释过 就是在Many Adler那个蓝色的包 换这个包链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样子把它扣在这个环上 它就变成一个 现在这种全新的一个小猪包 就是他们今年最新出的这个 因为最新出的那个 我觉得最大的特色 就是在这个链子上面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个小猪包 我非常喜欢这个配色 然后今年出的那些配色 我也没有特别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包就是加一个这个链子 它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小猪包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如果自己有的可以试试看 然后注意的话 就是我这个颜色有点买得太浅了 大家尽量买深一点的这个金色 原来这个小猪包的金色 会比这个颜色更深一点 所以这样子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这种颜色的偏差 但是也不是特为明显了 只是跟大家提个醒 然后这个环好像可以买个更大一点 大家就去买个更大一点 我这个好像太小了 就没办法直接扣到这个 就它这个大的金属环上面 它就只能扣到这个小小的上面 我下次如果淘宝转运的时候 可能会再买一个吧 就专门配这个小猪包用 然后这个就可以给其他那些小猪包 比如这个 有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包括像这个 牛魔王配这个包链 也蛮有意思的对不对 它原来也是一个皮质的腰链 我就把它换成这个 然后这个牛魔王这个包 我还专门为他买一个斜跨的包链 是这样子的 它是比较粗的这种感觉 这个包链 大家可以看 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就变成一个可以斜跨的 这样子的一个包了 我就觉得真的可以给一个包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包链看起来 虽然很粗 但是里面估计是空心的 所以也不是很重的感觉 而且质感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包链多少都是会比皮的重一点 如果你对重量要求很高的话 那你就不要用这种金属的了 然后刚才有跟大家说嘛 就这个包链 我之前也有换到这个上面 然后这个它自己本身是一个皮质的 Menu Adler它们都是皮的腰带 但它们皮的腰带呢 怎么说都太长了 而且我觉得皮的腰带 我自己本人没有非常喜欢 我自己会更喜欢 就是这种金属的链子 像这个就是跟它的颜色是搭配的 是这种很浅很浅很浅的金色 它这个金色都有一点点变成银色那种感觉了 就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然后它这个颜色就是搭配它这个的 这样子我就可以斜跨 然后长度是刚好 我基本买这种斜跨的话 就是100或者110 110的话呢 就是如果这样子背就会有一点点长 我自己比较喜欢包 就是跨起来背到腰这个地方那种感觉 那100就差不多 我喜欢这种比较背的比较高的感觉 那如果你喜欢背的比较低的感觉 那就买个110或者更长一点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身高去选择 我自己是1米64 然后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包链的长度什么的 就是根据自己的身高去购买就好了 然后啊 我最近非常喜欢的这个 就也是敢买的一个 我觉得搭配这个也蛮合适的 但考虑到它这里自己本身有一个这么高的 所以我可能会换一个来背 我还买了这种 它上面是这种压克力的 然后下面是这种金属的 我觉得搭配这个这样子就会蛮有意思的 但这个其实我觉得本身手提就很好看了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搭配起来 它上面这个是黑色压克力嘛 然后上面也有这种黑色 就是这个颜色可以互相的呼应一下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包括它这个金属的颜色 跟它本身金属颜色也是蛮match的 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 就也可以用这种简单的金链 然后这条金链是我最喜欢的 就我觉得可以搭配非常非常多的包 都很有意思 就是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会给一个细节给大家看 就它是这种层层锁起来这种 我觉得就非常好看 就这个本身也是皮的嘛 然后你搭配这个就会很好看 买这些包链来搭配小中包 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大牌包基本上都是换不了链子的 就直接汗死在那一面了 就完全不给你换的机会 但这种小中包基本都是可以换包链的 就是可以替换的什么的 我觉得就很酷 你看吧 这样子就很好看 这个包链也很有设计感 就背起来就整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种 Gucci铜的颜色 这种很深很深的 有点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 我的那个皮带的那个索扣的那种颜色 就是很深的这种古铜金 这个我暂时还没有包可以配 然后其他包也比较少用这种很深的古铜色 不过我觉得总会用得到的嘛 转运一次也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就一次性就买了这个 然后我还买了这个的白色的 他们还有卖绿色的好像 还有其他颜色 我不确定 那我就买了黑色跟白色 我觉得比较百搭一点 就是这个 然后链条我还有 我觉得我好多哦 你看我还买了两条 为了搭配不同的颜色 买了比较浅的金色 比较深的金色 然后这两条就是这种比较细的 就没什么太多设计感吧 但是就是剩在链条比较细 有些包就比较适合细的链条嘛 好 终于把所有的内容都说完了 今天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还算蛮多的吧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不知道你们最喜欢今天的哪个分享呢 记得留言弹幕告诉我哦 如果你想要关注更多的美妆创单 记得去关注我的微博 硬生公众号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